所以我们也看到 朱立伦过去当新美市的时候 他就说没有核安就没有核电 核废料你也找不到去处 你根本没有资格使用核电 这是当年朱立伦自己讲的 然后到2018年的时候 马英九力挺的 这个乙和养率公投 朱立伦也是拒绝签署 所以讲下来都是自相矛盾 那瑞德克现在来说 这个聚焦反莱珠 公投绑大选就好 这是他们的如意算盘 有这么的容易吗 能够就说必谈这些互相矛盾 包括核安的这个公投 然后只希望反莱珠 但问你反莱珠 他们也可以自圆其说吗 有一句话叫做 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 那么在台湾有两个政治人物 在这几天给我们最好的诠释 一个就是中国国民党的 这个现任的主席朱立伦 一个是之前的主席叫做马英九 先讲马英九好了 他这次不是做一个比喻吗 因为媒体的人去问他说 你做总统的时候 那么是你自己下令 要把核四封存的嘛 是你下令的啊 是你贵还是你 别人叫我怎么说 封存核四就是为了重启 现在是重启的最好的时候 你是打开问题 你说这种话的时候 你到底是在说什么 你怎么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 封存是为了重启 如果是对的 你就应该那时候 不是把它完全完工 让它启动 不是应该这样做吗 那如果是对的 你不去做 你却说要到这个适合的时候 要让人民去决定等等啊 那么你就是不负责任 那么事实上呢 封存就是为了重启这件话呢 我都有个比喻啊 就好像那么之前前几年 我们常看的那个后宫征环传一样 皇帝把这个妃子打入冷宫啊 跟你讲打入冷宫 是为了让你有朝以律把你接出来 变成皇贵徽可以晋升皇后 你在变笑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样子啊 怎么可能嘛 问题是这种话你讲得出来 这种话他讲得出来你知道吗 我本身都觉得我午夜梦回时都觉得 哎哟过去十几年 那么那个马一九当两任总统八年 我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啊 我们竟然能够平安度过 谢谢老天啊 那么除此之外呢 另外一位就是朱立伦了 那么朱立伦是典型换的位置 就是换的脑袋的 为什么呢 因为很简单 你在做新北市市场的时候 就问一下你对核能发电厂是什么样的抬头 没有核安就没有核能 然后没有办法解决核废料 就不可能兴建核四嘛 我就问一下 你现在有法度去解决核四吗 这几天有明杉在说 现在核废料有很先进的办法 什么很清晰的做什么 你说这么多 拿两袋去你们家的面穿搭 看敢吗 你跟你们家的储比也不敢 我说坦白的嘛 你们家的储比可能给你刮出去 我不敢骗 核废料开什么玩笑 如果有这么OK 这么好的核废料的话 那为什么大家都不这样做 为什么核废料现在成了 大家的烫手山鱼啊 没有人愿意接核废料 哎 请猜公公的 你们家要用电 但是核废料放别人家 世间老的那种事情啦 核四就是这么不负责任嘛 所以新北市场侯友宜 他唯一没有变的态度的是侯友宜啊 他做新北市的副市场的时候 他就是这样啊 他在市场的时候也是这样啊 但是那个做市场的时候叫做主理人的人是反对核四的 现在没有做市场啊 想要选总统啊 所以现在说啊 核四他愿意你知道吗 Q处理 死一死也 彼死也 着势而今非啊 就是因为一切都是由于政治利益打算 政治权谋打算嘛 那么至于三接的问题啊 告诉各位很简单 你知道吗 如果是台北市民 现在台北市民啊 那么如果没有三接的话会怎样 也不会怎样 你们每个礼拜只有一天可以用电啊 就是这样 你们每个礼拜只有一天可以用电 台北市就一年 一整年的台北市民啊 一天只一个礼拜只有一天可以用电 然后呢紧接而来啊 那么好 你每天都要用电的时候也OK 你把500万公顿的煤去放在台中的中火 全部烧掉 就可以供应你每天用电 你不要去问看台东市民 还减那个 四三年过前去拿股关的空气瓶 送给大家那个台东市民 打到卢秀燕 愿不愿意吗 愿不愿意吗 你国民党的当晚你去问卢秀燕 愿不愿意吗 核四的问题 最应该问的不是全民公投 核四的问题应该去问 在新北市的四百万的这个市民愿不愿意啊 哎 你也很自私的呢 电影大家应对吧 三个核电厂三个不定时炸灯去 给我新北市 去复处理 然后呢 你去搭博尾 你去搭博尾 你来决定说 这个地方要去核四吗 核四是一个拼装车道 无以复加 恐怖的地步 我说过很多次了 马英九这个人 做总统的时候就说 不用怕不用怕不用怕 不用怕 核四不会像胡岛 为什么 上面有那个储水槽 万一发生事情 储水槽打开水下去 然后冠入就没事情了 你都没去想到 为什么核四有可能发生事情 不是第一次就是害羞 时高这些储水槽 派起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叽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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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有关于莱猪的问题更可笑了 朱立伦更可笑的是说 他们国民党把这个莱猪 直接简化 进行说毒株 对不对 现在说消毒了 对吧 对 我觉得很出名 披霜吃了一汤才会死 两汤是不会死吗 所以你说这是消毒的很奇怪 他那天在开全代会的时候 朱立伦在说什么 莱克多巴胺吃了不平安 你在说很久的时候 你有去看核柯前主席 马英九的民生吗 台湾开放莱克多巴胺 如果你要说他是派 是消毒 是什么 最后祸首不就是下面的那个马英九吗 不就是马英九 为了自己的这个政治利益 所开放的吗 那时候开放的时候 马英九也跟他所属 这些统派的媒体 把这个所有的数据跟吃了 每天要吃几十公斤以上 才会发生这个 等于说病变 人家用科学的方式弄它 弄它清清楚 那时候我们反对 但是当相关的这个欧洲的 这个标准出来了以后 我们就没反对了 我们是跟科学走啊 那么你们不一样啊 你们是跟着你们政治利益走 随时会转弯 随时会改变嘛 我就不了解 为什么马英九开放这个美猪 有莱克多巴胺的美猪 你们说莱克多巴胺的美猪 叫做这个 公共的消毒 马英九开放美牛 有莱克多巴胺的美牛 为什么不是消毒 消毒吧 为什么不是消毒吧 你马英九开放消毒吧 一年本来6万公斤 现在百万几公斤 大家吃得爽得 我跟你说 国民党人这些人吃鱼都爽得爽 为什么呢 因为牛排里面有听说高达45%左右 也都是美牛嘛 很多都是有莱克多巴胺等等嘛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开放消毒吧 让台湾人吃 为什么 你就说消毒肉 不可以靠 你的意思是说台湾人吃鱼比较多 那你知不知道一年进到台湾的美猪 才占个位数 更好笑的是 从开放到现在已经多久了 一公克的莱猪都没有开放进口到台湾 有人问说 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要开放 很简单啊 马英九当年开放了所谓的 莱克多巴胺的美牛的隔天 开记者会说 现在是我们跟美国重谈FTA的时候了嘛 你一切也是为了跟美国人的压力 跟相关的国际的竞争嘛 所以我们当然知道CPTPP 是我们台湾想要自己 我们如果没有自己 我们以后台湾都被世界 所有的国际贸易给孤立嘛 我们有不得已的苦衷 美国人他明知道说 你有莱克多巴胺的美猪 其实进台湾也不过是个位数而已 他为什么要这样 我告诉你 美国政府美国人 他就是程序正义 他没有我们这里的这个所在 我们美国人可以吃到吗 为什么台湾用这做照片 不让我们进去 哪怕那是一点点 那三个同样 为什么台湾的厂商 没有一个人加钱 很简单 你如果进入莱克多巴胺的豬肉 可以传出你 这间的东西我们以后都没吃 政府有政府的口中 我们老百姓老百姓的宽映嘛 所以你现在说小弟子 我跟你说小弟子 小弟子是你的好朋友 什么人中国共产党 非洲主人就是小弟子 那不是民进党的政府把守住 把守住关卡 全台湾都变成小弟子的天下 那是小弟子的天下 那是小弟子的天下 那是小弟子的天下